来看一下讲道高粱 您想到的一定是金门 但是您知道台湾真正高粱的发源地是在哪里吗 嘉义 台湾的第一旺高粱酒在嘉义 然后呢你看我们的标题就写着 金门高粱马祖宝酒竟然都出自于嘉义 那也就是说嘉义的酒厂还是金门高粱马祖高粱的老师呢 那原由是什么呢 话说在日治时代的时候 回宾你看1916年 这已经是104年前 那当时日本人他在台湾经营大正制酒 诸事会设嘉义工厂 那我们晓得嘛 这种酒一定是专卖 所以那时候民间的 上千家全部都被征收 所以嘉义酒厂独大 例如什么呢 台总督府专卖局 你看这个历史真的是很悠久 那后来国民政府来台之后 其实大家看一下 因为那时候虽然有这些酒厂 但他们都是做药酒为主 他们没有在做我们讲的 纯粱白酒 就是你熟悉的高粱这种 但国民政府来台就叫嘉义酒厂 你就给他做固态纯粱白酒 而且固态纯粱 就我们讲这种纯粱固态发酵 是很纯的 又很好工哦 身份很高的哦 比那种液态发酵 要来的艰难许多 那嘉义酒厂当然就成为首尖 生产高粱酒的领头羊啊 那你知道他因为技术 毕竟是有国民政府 把最好的人 最好的这个酒师放那儿嘛 然后呢 再加上郡母又很独家 孕育出玉山高粱 而后透过技术的转移 所以才出现了金门高粱 马祖高粱这些 明文侠尔的高粱酒 我们常讲农存香嘛 酒的三大要素嘛 好 那酒值天然存厚 熟成的阶段 你看那个酒液哦 它为什么要放在瓮里头 因为你放在瓮 瓮的那个毛孔 它我们肉眼也许看不到 可是酒在里头 它透过毛孔 然后它就呼吸 它自己就存化 就变成我们说的成高 八年成高啊这些啊 他们讲都非常的厉害 好了 那我们说加益高粱 其实就是加益大屈酒啦 这些酒呢 你也不可能 所以加益现在的名产 叫大屈酒 对对对 所以也有人就讲 就说你根本也不需要 特别去迷信什么大屈酒 还是什么的 他们说他们加益 一样的 对很厉害 它得过全世界有酒比赛中 奥斯卡之称的等一名 加益大屈酒 我也吓一跳 真的哦 就是我们讲刚才那个成高 好那酒竟然有银行 这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过 坦白讲 所以他们说去在加益酒厂 如果你今天这些酒 你喜欢放在瓮里头的 因为我们刚才讲嘛 有毛孔会呼吸嘛 对不对 那你又扛不回家 你就放在酒银行 放在酒银行 一样有存责哦 那你每次要喝你就去 哎拍赛 我要领多少吸吸出来 好然后呢 第一年不用钱 第二年到第四年呢 就像收保管费 好像银行保险箱的概念 一握一年一千块 台湾第一间的酒银行 好